端午節就是在古時楚國很久了 二千多年前 有一個鄭後迫害忠良 屈原 一個大師人 屈原憤義 投江自殺 這個爬龍舟和食種都是中國人去悼念屈原 啓示這個楚時代的暴政 我們今天就對了 不如說你做事不對 那就被迫害了 現在的迷害國家安全罪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多藍絲和愛國的人 連中國什麼都不知道 今天端午節的代言就是這樣 放些種下去就是給米給菜 給魚吃不要咬骨魚 爬龍舟就是趕走魚不要吃骨魚 其實《國安法》通過之後有沒有計劃 我相信7月1號或者今個星期 很多香港人會用這個方式來表達意見 我在呼籲所有香港人 7月1號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意見 這個共產黨和特區政府 用限聚令來限制香港人表達意見 禁止香港人這個遊行集會是倒退來的 在2003年7月1號有50萬人出了街的 那時候也是《國安法》 不過就是用《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香港人應該就手旁觀 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香港人會在街上向全世界表達 我們反對《國安法》的意見 我一定在其中 我們會在街上進入 一會兒的地域 從中心裡 あっ幾乎也才沒有 運動 。 20